我就要吃奶茶汤圆 我就要吃奶茶汤圆 汤圆你怎么想的呀 奶茶比起六还能理解 是你粉丝要是让你做的 你看啊 那我试试吧 干呀 早这样不就OK了 现在吃奶茶汤圆 有点不合时宜吧 那就用水果做馅 做个薄砂半遮的汤圆吧 这小子真是对QQ弹弹的食物毫无抵抗力 好在饭头皮也很简单 这么拌一拌 揉一揉也就完成了 正好元宵结社的芋泥馅也一起包了 全都包好冷水下锅煮就完事了 煮好先够个凉水 这颜值还真是貌美Q弹啊 既然今天是奶茶入贴 那就把这小子惦记得 被爆开的巧克力球也安排了 其实就是用融化的巧克力 做个巧克力球 这个步骤看着简单 新手必然会翻车 所以巧克力一定要将到35度在灌模 倒扣掉多余巧克力 别忘了刮平表面 这样冷却后 就能得到完美的巧克力球了 我还做了几个白色 最后把棉花糖塞进去 另一半再烫过的碗底融一下 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球了 终于闻到人气奶茶上场了 先欣赏下我最期待的爆裂球 哇 好看 奶茶汤圆味道也很美妙 豆酸雪糕应该也不错 cualeseler 你得给我一杯热的 我也想放一个真球 来 好神奇啊 爛上瓶 我已经可以你们尝锅了 特别好喝 那你们吃不着 就怪不了我